今天公司的购户员告诉 又成功的结合了两批诈骗案件 那现在这种诈骗的话屡见不鲜 走钉的就是华人房主 也就是缅北诈骗集团 现在的主要列举对美国的华人 尤其美国的华人房主 在过去的三年的疫情期间呢 因为不能够进行亲自进行购户 所以呢 购户公司采取了许多的视频购户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卖房 不需要把人亲自来签字 那也不需要去使馆进行签字 只需要进行视频公证签字 那这就给许多诈骗公司创造了机会 他们采取的方式一般是这样的 也就是联系本地的经纪人 他会告诉你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售 那房子位于哪里 当然这个房子 因为美国的所有房产 在官网或者说contate网站都可以查到 他可以随便查到一套房子 查到房主的名字 那他就用这种房主的名字 冒充房主的名字 进行要求要出售这个房子 当然你知道在在中国 或者说在其他一些国家 有的就是假的证件很容易制造的 诈骗企团首先盯的是 华人的这个经纪人 然后大批的这个短信呀 邮件呀 甚至是电话 我曾经有一天遇到四五个 每一个人都跟我说要买的一个是 买四到五个million 也要四百到五百万美元的一个方式 你知道在奥兰多这种地方 四百到五百万基本上都是超好的大户房了 我们的均价可能就是最多 在三年前的话 均价可能就三十多万一套房子 所以买四百到五百万的房子 这个就是都是全的超级富豪了 很高兴 我觉得怎么今天一天 我是中了彩票吗 全来找我要买四百到五百个billion的 那在经过几次交谈之后 我发现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都是假的 那接下来自己就会非常小心警惕 那华人经纪人呢 不只是我一个人 大部分基本都收到过这些短信 那现在这些诈骗集团 他们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华人经纪人 而是美国本地的经纪人 美国本地的经纪人 以前没有经历过这些 也不知道如何辨识中国人的后照 所以他会找到本地的经纪人 用英文去沟通 邮件 WhatsApp 或者是打电话 或者短信 因为即使是他不会英文 现在智能系统 人工智能 AI 也翻译得非常精确到位 他就可以用英文去交流 因为过公司也是第一次经历 也就是说你拿一套房子 经纪人说 这个是我的客户 他要卖房子 提供了所有的证件 比如说护照 中国的护照 中国的护照 好像一座假 因为在这里边也没有房伪 也没有指纹辨识 所以这个房子就成功卖掉了 成功卖掉之后 这个房主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卖完之后 这个房 这个资金直接打到境外 你追缴的追缴不回来 这就是一个国际诈骗 但真正的原房主 发现自己的房子 被卖掉之后 被诈骗掉之后 那当然首先要找过公司 要起诉过公司 可能经纪人 也要被联络 也要被起诉 那这些就是一连串的 法律纠纷 那房主的 首先要找律师 要豪实 可能亲自还要 废到美国来 这种豪实 豪利 豪财 最主要是一个 无限期的无底洞 你不知道什么事 可以解决 那今天我刚刚说到一个 百姓 就是我的一个同事 他是一个native speaker 就是本地的一个老美经纪人 国家公司跟他说 他这个案子 可能觉得是有一定的诈骗嫌疑 让我来咨询 因为找他卖房的是一个华人 他提供的是护照 是广东的护照 护照呢 国家公司在经营辨识中 因为在公司已经非常小心 觉得那个护照 是有作假的嫌疑 这个经纪人让我来看一下 帮他判断一下 那首先呢 我跟他说 你要看一下 他护照是哪里的 然后到官网去查一下这个房子的地址是哪里 我到官网去帮他查了一下 房主的地址是北京的 那他护照是广东的 这个嫌疑就非常大了 另一个建议 我告诉经纪人说 你去找一下他的管理公司 如果是华人房主 有大部分房子都是投资房 他一定有管理公司的 如果这个房主提供不出来管理公司 这个诈骗嫌疑是非常非常之大 如果你的房子一直控制着 没人住 也没有出租 这种被诈骗的风险就更大一些 所以一定要定期和你的管理公司沟通 定期查看一下 你的房屋是否还在你的名下 保护好自己的资产 现在是诈骗无处不在 危险无事不有 21世纪房产经济 扫描加关注 了解更多奥兰多房产 来点资产 用力炸役 说得出租骗 是否仲可以 感谢观看